今天我们练习一个实战国际中近身的一个小技巧 用什么东西呢?用平常日常所见的一个波拉圈 那么请小伙伴拿好这个骑胸和你的头差不多高就OK 那么好多朋友在打实战的过程中习惯远距离 习惯远距离其实也要打拳 但是不习惯近距离 那么我们如何专项的训练近距离呢? 可以让他拿着波拉圈 然后我们再一个重新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重新的东西 进去之后这个时候 你是在这个波拉圈的内容呢? 他会测满后面的距离 再过来再挖动 打一套然后再撤出来 那么一开始呢?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前后的 什么是前后呢?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前后的距离 然后再撤出来 要成一个这样的习惯 这样的时间长呢? 我们人进行搏击打拳的时候 很习惯地冲进去 往后来 打内领 然后呢? 当我们习惯这个打拳之后呢? 就可以进身之后 跟左右变角度 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眼神捧到下来 冲进去 然后进去 让它摆一套出来后 跟着 继续打一套 刚刚眼神呢? 是从进去之后 一二三 在正面的 然后呢? 对方一般抱头抱的 防守很好 侧面之后 进行侧面的鞋夹 那么这就是利用这种波拉圈 进行往左闪 然后呢? 一一一利用它我们右闪 然后从打上进去之后 在地板散步 再打一套 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技巧 可以很熟练的 那么啊 黑暗五 一个进身的一个习惯 当你习惯了 这样的一组 一组动作之后呢? 就可以跟小伙伴 那么它假如是一个 沙点 假如是一个沙点 我们去 怎么训练呢? 对方不动 然后我练习一个 直接远距离地动 动一下 跟着我走一走 对远距离地动一下 动一下 动一下 然后进身地 动一下 正确 然后一个这样的习惯 因为咱们当那个呼拉圈 就是练习 大家进身进去 然后呢 两个人在那里面 通通摆着打 十分钟 再撤到一次吧 这样的习惯之后呢? 你就很 下无意识的啊 再打几拳之后 冲进内围之后 下一拳打几拳之后 就能点出一个变换角度的 这样一个习惯 这样的习惯 这样操作以往呢 你的实战中的移动能力 包括内部的一个变换角度的能力 就会提了很多 希望大家看了之后呢 能够熟练应用这个小技巧 应用导播间当中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